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宫廷密室,我是依依 在绝大多数人的印象之中,异域女子多是美女 比如波斯女人,美女云集 她们生活在西亚地区综合了东西方女性的优点 小小的脸,鼻子高挺,眼睛深邃,嘴唇性感 这样的五官构成了一张极具侵略性的美艳脸庞 早在金庸老先生的倚田屠龙记中就提到了波斯女子的美貌 紫山龙王戴奇斯和她的女儿小招 两人都有很明显的抑郁风情 虽说现实之中无法找到小说中描写的人物 但是在网络发达的今天,波斯女人的美貌已经是深入人心了 其实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波斯美女基本都是伊拉克人 公元651年,穆斯林势力在短短10年内征服了萨珊王朝 并完全占有了萨珊王朝的领土,也就是古波斯 这个新的伊斯兰王国在被称作为伊朗 之前外界还是将其称之为波斯 直到近现代,由于新的国家信仰伊斯兰教 所以这个国家的女人出门在外都会披上一层黑纱 将全身裹得严严实实,让外界无法窥探她们的美貌 现代文明有了很大的进步,尤其是对女人 如今伊拉克国家社会对于女性已经没有那么严格的要求了 那么古代的波斯女人也是同样的美丽吗 可能大家会认为波斯美女自古文明于世界 从现代的波斯美女便可以对古代的波斯美女的相貌窥见全貌 真的是这样吗 就说我国古代的杨贵妃名列斯大美人 但是她放到现代 按照唐代以胖为美的观念 未必符合现代人的审美 说到这里,你还认为古代的波斯美女是按照现代的审美评出来的吗 19世纪的波斯虽然早已不复当年的帝国荣耀 但是还是一个国家 还有一位被誉为最美波斯公主的卡扎尔 数千年来波斯一直在出美女 但有数这位卡扎尔公主最为出名了 相传她的爵士美貌还引得数百位男子争相求婚 还引得13位被她拒绝的男子为她自杀 这样的惊人事迹 即便是我国古代的红颜祸水也是比不上的 那么这位公主究竟长得有多么的美丽 我们可以从网络上找到卡扎尔公主的画像和照片 然而结果却让人大为失望 这哪里是美丽娇弱的公主 这分明就是一个相貌粗犷的强壮的公主 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涉及到不同时代的审美观了 正如唐朝的以胖为美 当时波斯的审美观正是浓眉大眼 还有自然的胡子 而卡扎尔公主恰恰就是毛发茂盛 头发眉毛甚至是胡子 自然浓黑 乍一看就像是女扮男装 好在波斯人五官立体 所以卡扎尔公主的五官是极为端正的 另外出生在皇室的卡扎尔公主 平时养尊处优 身材风雨 健康强壮 符合一国公主的妆重 这样看来 卡扎尔公主被评价为 19世纪波斯最美的女人 也是名正言顺的 值得一提的是 卡扎尔的美名是从母后那里继承来的 她的母亲曾被认为波斯的最美女人 让众多男子追捧的卡扎尔公主 不仅是外貌得体 而且她的能力也是极为的突出 在政治上表现出色 是女权推动者 在文学艺术上也颇有一番造诣 这样一个才貌双全的公主 也难怪会招来网工贵族的追求 同时还有许多的才字也倾心于她 著名的波斯诗人 Airford Kazwini 就曾经为卡扎尔公主 写过一首情诗 《仪太基》 只不过卡扎尔拒绝了这些人的追求 其中有13个人形如死灰 于是他们选择了自杀 这就使得卡扎尔公主的美貌更加的惊心动魄了 接下来是伊朗末代王妃很美 可惜命太苦 强称她活下去的唯一理由 令人动容 法拉赫巴列为真的很美 而且是那种很有辨识度的美 一眼就能够令人记住 但是作为伊朗末代王妃的她 实在是命太苦了 命途多喘这样的词根本不足以形容她的悲惨 她的这一生在不断的经历着离合悲苦 在社会大变革之中沦为缥缈的浮沉 虽然曾经享受过世经最顶级的荣华富贵 却最终止烙的一个白茫茫一片大地 真的干净 王后的原名法拉赫迪巴 出生于伊朗一个上流社会的军官家庭 作为家中的独生女 父母把她示弱珍宝 提供给她最好的生活和教育 原本她是一个从小沉浸在爱里 无忧长大的女孩 却在她十岁那一年 父亲突然离世 在懵懂天真的年纪里 她第一次经历了生死离别 父亲的离世让这个家庭的经济有些拮据 好在原本还有点家地 所以她还是接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先后在意大利语学校 法语学校接受中学教育 她品学兼优 能文能武 既热爱文艺 运动神经也还不错 还担任过女子篮球队队长 毕业之后美丽的才女 前往浪漫之都巴黎学习建筑 年仅19岁的她 在伊朗驻法国大使馆 邂逅了伊朗国王巴列维 天真浪漫的芳华美女 一下子就吸引了巴列维的目光 没过多久 巴列维就向法拉赫求婚了 单纯的姑娘坠入了爱河 曾经为此雀跃不已 彻夜难眠 当时的巴列维已经年金丝时了 经历过两段无果的婚姻 随便另一段出来 都能够写成山崩地裂的穷洋小说 总之上半辈子的她兜兜转转 也没能遇到真命天女 直到法拉赫的出现 法拉赫嫁入了王室 这颗被老牛吃了的嫩草 从此开启了她不平凡的一生 婚礼当天 国王倾尽全力 积进了世间的珍宝给她 最美的婚纱 最大的钻石 最闪耀的珠宝 那天 法拉赫成为了世界上最闪耀的女人 她甚至成为了伊朗3000年来的 第一个加冕王后 可见国王对她的爱之深情之歉 婚后国王夫妇就开启了 轰轰烈烈的造小人运动 话说四十几岁的巴利尔 违造小人的能力 丝毫不亚于二十出头的年轻小伙 碰碰碰 一下两儿两女 四个小人就造出来了 可见他们的恩爱程度啊 话说他们的小孩 长得是真的很好看 正所谓母平子贵 因为儿子的出生 法拉赫在王室的地位显著的提升 伊朗甚至立法 国王若欲不测 法拉赫王后可行事 王权直至王储成年 所以在巴利尔维王朝统治时期 法拉赫成为了国家的副元首 法拉赫成为了国王背后的女人 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她陪伴着她的君王 致力于国家的改革发展 她致力于慈善事业 走访伊朗最穷困的地区 她喜爱文化艺术 大力发展伊朗的文化艺术事业 她热爱自己的国家的历史文化 建立博物馆收集波斯文物 把她曾经璀璨辉煌的古波斯文明 重现到世人眼前 巴列维一致致力于国家的改革发展 展开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国家的经济确实得到了增长 然而却触犯了宗教的利益 同时由于改革不当 导致伊朗社会出现巨大的矛盾 一方面国内通货膨胀 贫富差距日益显著 失业率激增 另一方面国王和她的亲信 却过着奢侈的生活 最终平民及宗教都对她强烈的不满 伊朗爆发了革命 巴列维王朝便推翻了 从此法拉赫从一个高高在上的王后 沦为一个到处流亡的女人 她追随她的丈夫 行后过到埃及 摩洛哥 巴哈玛群岛 巴拿马和墨西哥等国 失去了物质的保障 只要有爱人在旁 再苦也能支撑下去 只是命运又再一次给了她致命一击 流亡生涯过了一年多以后 她挚爱的夫君因为癌症去世 没有了国家 没有了家 最后连丈夫也失去了 她原本一个养尊处优的王后 本就没有生活技能 最终只能带着她的四个子女流亡到了美国 靠着变卖珠宝和向朋友借钱度日 为了缓解经济的结局 她撰写了一本回忆录 永恒的爱我和巴列维的岁月 获得了15万美元的报酬 这是她人生之中第一次亲手挣钱 在经历了人生沧桑之后 这15万美元对她而言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 流亡的王后最终离开了美国到巴黎定居 回到那个曾经她和国王出见的地方 只是每年会去美国看望自己的孩子 如果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 那我们看到的只是在大社会变革之中 人之渺小 只是后来发生的事 更是让我们看到了人生之无常 有时候任正义生真的是自己所无法掌控的 2001年 她的小女儿因为沮丧症和失眠症 服用过度安眠药离开人世 2011年 她的次子开枪了断了自己的生命 周年丧偶 晚年连接丧子 人生没有再比这个更加悲惨的了 然而她并没有被击垮 对于一部分伊朗人来说 法拉赫依然是他们的王后 她也时不时还会出现在欧洲各国王室的婚礼和庆典上 坚持履行着自己的责任 而之所以她还能坚强于世屹立不倒 强称她的理由是她的一个未了的心愿 就是希望能有朝一日把丈夫巴列维的骨灰带回伊朗 令人动容 正如她在回伊路所说的 她不是文后 她只是那个叫里萨巴列维的寡妇 所以她叫法拉赫巴列维